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接触到的工作非常局限性 先后呢是从事过美容按摩 电话销售 今天来非你莫属舞台 想要寻求一份有关销售客服执行行政 和各位企业家认为我适合从事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现在正前方看到的是什么 我看到的就是这一排那个灯光 对 你就是只有光感是吧 对 那你这么近距离看我看得到我吗 我可以看得到 看得清吗 我帅吗 人是看不清 但是我可以看得到图老师穿的一个价格 我穿着衣服 我这是肯定的 对对对 所以说你的视力基本上要很近很近 才能看得清 对 是吧 对 行 那我了解了 那接下来开始你的励志演讲 大家好 我是齐玉欣 是一名市长者 我特别有四线 除了眼前雾霾比较严重 我不比任何人做任何事要差 怀着对未来的憧憬 一腔孤勇的我来到了北京 来到北京之后 我才发现 理想丰满 现实骨感 在我身上体现的是多么淋漓尽致 对一个刚出学校门 毫无经验 毫无目标 毫无经济基础的人 在这样一个 甚至连路都找不到的大北京 实在难以维持生存下去 我只能是灰溜溜地回到老家 然而 回到老家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几乎我把整个城市都跑遍了 就连按摩院也将我举之纹脉 就那样 一天天的 糟巨 回到烤鞋子哇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说你要做这个残障模特 是衣服的那个模特还是 我觉得什么都想去尝试 你为什么一定要尝试模特这个行业 它其实对这种外在条件呀 或者说有很多的这种机会的要求 其实特别高的 它不是通过自己本身的努力 就是简单的努力就能实现的呀 对这个我知道努力发展 你看他今天身上的话题很有意义啊 就是这选手跟编导在一起聊的时候 就是他不像普通的残障人士 什么都不敢想 他相反他是什么都敢想 他比我们都敢想 然后呢就由此而来 就是这个诗和远方的关系啊 就他现在的情况 他只能做客服 但是呢他还有很美的远方 他想要做模特 我觉得这个可以问问刘炎老师啊 刘炎老师就是干艺术的嘛 他的求职的方向 我觉得实际是适合他的 但我觉得梦想是可以有的 所以我愿意做你的祝梦者 你加油会找到机会 我们一块试试 我还有一些担心啊 就是你有很多的梦想 现实就是你要现在找到一个工作 你上份工作是一个电话销售的工作 工资三千五百块钱 你现在应聘一个电话客服的工作 工资也是三千五百块钱的预期 那么我就会担心说 因为你有很多梦想 那么你是否工作踏实 各位老师我可以跟你们说一下 就不管我从事什么工作 只要是我选择了 我就会踏实下来 我不相信 你上一份不就辞了吗 而且你写的是不挣钱 你现在要求的心思是一样的 孩子你得把这个说清楚 因为电话销售嘛 它不稳定 你最多一个月挣了多少钱 最多一个月挣了六千 六千 别人挣了多少 别人六千 七八千的 就是你算挣的少的 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你觉得不挣钱 那既然连做销售 有提成都不挣钱 你现在找一客服 不更不挣钱了吗 还没提成了呢 对不对 对啊 那什么逻辑吗 你这是 我没有说 我没有说必须得要找客服啊 那你还要应聘什么工作 除了客服 也有电话销售 客服销售 行政活动 不是执行 活动执行 就你这势力 能做活动执行吗 跑上跑下的 不是我安排我 一件事安排我过去做嘛 对啊 你走路对啊 要有人扶啊 要有人带啊 走路没有问题 你刚刚上来 不就有人带你上来 所以你现在只能做电话销售 电话销售 就跟那种大海捞针一样 只不定什么时候 可能遇到那么一个好客户 因为他这个机会是非常小的 因为你 就是哪怕打一个电话 客户接通了以后 那他不想跟你听 他不想听你说 直接就挂了 对于这个客服 电话销售这一块的话 我是 还是比较 就 就怎么装着 就不能去接受的 玉欣 我觉得你如果这种状态 一直保持下去的话 你会发现你人生 会活得越来越退化 对对对 所以刚才留言说 对 说有梦想是件好事 对吧 有梦想是件好事 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是有梦想的人 但是只有知道 自己能干什么 才是有自知之明的人 如果你没有自知之明 老想的梦想 你这事就会越干越杂 对 我知道 对呀 所以你看你现在 能干的你不喜欢 喜欢的你干不了 这就是问题 我觉得问题可能 还比这个更严重 你在下面有一个签名是 觉得自己有点怪 不合群 如果做销售 或者做客服 不合群这三个字 可能是破坏性的 你说一说你的不合群 因为什么 或者有哪些表现显示吧 不合群的话 其实我比较喜欢一个人独处 而且就比如我们 那个同事下班时候 要跟我说 去一间 要不要去吃饭聚餐 我说我不想去 他就说一看你就不合群 那你为什么要独处呢 有朋友不好吗 我喜欢一个人独处 那我再问一下 你有朋友吗 就是说能够现在联系到现在的 只有一个同学 那为什么这么少呢 是他们不跟你联系 还是你不跟他们联系 他们不跟我联系 你不怕孤独吗 我不怕 因为我们之前 我们同学 他们都说我说 比如说发个朋友圈 发个朋友 发个状态的 这个给这个点赞 然后他们都给我点赞 都给我评论 但是我会从来都不会给别人 任何一个人点赞的评论 为什么呢 我就是不喜欢 只是默默关注一下 你要去世外桃源吗 当你刚进入职场的时候 我认为其实还是需要沟通交流 和人和人之间的一种群体的感觉 会更重要一些 多问一句 就是你在看到别人给你的点赞 和评论的时候 你什么感受 你是毫无感 还是说我挺开心 我是没有什么感受 有时候我会回忆地 有时候我会回复也都不回复了 我就看一眼就好了 所以你对别人给你的这种 点赞的行为 或者是评论的行为 你是完全没有感受度的是吗 对 我从企业听起来 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做客服 因为他感受不到别人的情绪 你懒得理他 对 我想问一下 和你的视力有关系吗 就是你不去评论 和你的视力有关吗 这个没有关系 跟性格有关 OK 确定一下 客服 电话销售 你还想做活动执行 是吧 要求薪资是多少来的 底薪 我要求的是四千五啊 我那上面写的 之前的工作是三千五 你现在要求四千五 对啊 你原来的是多少 三千五 你凭什么到我这儿涨了一仙呢 因为三千五嘛 是我去年的时候 我来北京所有应聘的 每次要打架 他那个都是 跟我说的底薪都是三千五加提成嘛 对啊 然后我在北京我带着 对你啊 我发现三千五几天根本都 根本都不够嘛 根本都活不下去了 你不够是你的事 我们只看这一千 是不是体现在能力上 对啊 一千 四千五就是我的工作 小琪 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太过于乐观了 请你客观地认知 自己能干什么 不能干什么 不会因为你是一个残障人士 而格外的优待 职场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很认真地跟你说这一点 问完了之后 我们第一轮就要选了 你想清楚回答我的问题 第一 你干不干电话销售和客服 接受 接受 底薪要求多少 你就自己说 四千五 也就是说 从原来的简历上加了一千 现在的是四千五 对 是吧 有地域限制吗 北京 北京 对 我提醒你啊 在问完这三个问题之后 我们要进行选择的同时 可能灭的灯就会比较多了 因为你那一千加得毫无道理 而且你对这两个岗位 虽然说你能做 但好像接受的不是那么的顺畅 第一轮选择 薛侯林 还有两盏灯 一盏是马瑞老师 一盏是刘佳 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商我有才 那我们先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公司开会 在这个会议上 大家集思广义地说了很多想法与建议 最后负责人 也就是这个经理 对大家说 有没有更实际一些的办法 经理为什么要说这样一句话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经理是觉得 开的会所有人说的这个都没有说到重点上 都误虚了 没误实 是这个意思吗 还有别的可能吗 如果从管理层角度来说 那可能费用太高 或者时效太长 所以他可能想要的是 更简单能实现的办法吧 遇到过这样的场景 说这样的话 往往是说整个的氛围 大家的抱怨偏多 而是提方法比较少的 就是说大家废话太多 如果是我听到这东西 我这时候刚好是个机会 我要去更多的 把我的想法展示出来 让经理看到 我其实反对大家太多地使用潜台词这种词 我自己作为一个老板 我都不觉得我什么时候有潜台词 有很多时候老板也是常人 他可能就随口一说 有没有更实际一点的办法 其实前面的那些办法 也可能有非常非常好的地方 它只是瞬间有那么一种 也许就是口误 我觉得大家不要妖魔化老板 这场是必须去具备潜台词的 它就是潜台词 因为很多时候 尤其在中国 我们在沟通的 不管你是领导对上司 或者同事跟同事 甚至是领导对领导 大家说话 如果说得过于直接 实际上对于我们的沟通士 会提高沟通成本的 我所说的潜台词 就类似这种 不是你们理解的那样子 你理解的不一定是我说的 我说的不一定是你理解的 OK 我觉得我来解释一下 在复杂的社交和多重部门的协调之间 有时候是不能太明确的 明确了反而造出矛盾 有时候要委婉地说出言下之意 和弦外之音 一个好的高级人才 他是能听懂弦外之音的 也知道这里面的 社交权衡和权力权衡 有时候他说得太明白了的话 老板有时候协调起来 也不是很舒服的 可能一句话会惹出更多的麻烦和矛盾 所以有时候不方便说的 我建议多说潜台词 多说弦外之音和言下之一 谢谢 来第二轮选择去火流 来第二轮选择去火流 那个 哈喽 我把灯灭了 但是我要讲一句话 因为大家有个细节 因为其实我一直很关注他 因为他意乡企业写的是我的公司 然后他在台上 刚才没有跟我们所有人交流的时候 他一直一个人在默默地流泪跟擦眼泪 然后他跟我们在所有交流的时候呢 他反而又一直在去 很开心 很乐观地去跟我们交流 与其是这样子的 我是觉得你首先要先接受 并不完美的自己 因为没有人是强大的 而你一直在假装强大 今天这个场合 就是要告诉你 你必须先把你能做的做好 梦想不一定要成为职业的 你把你能做的做好 才能实现你想做的 但是今天我虽然灭灯了 但是我一定会实现你一个梦想 你想做残障模特 私下我会让助理联系你 我会安排下面的明星造型师和摄影师 帮你免费拍一组写真 帮你真正实现一次 你的残障模特的梦想 好吗 谢谢你 我想说就是我们在台上有好多选手 对于销售有歧视 其实现在时代已经变了 那种过去的那种落后的销售模式 已经被逐渐逐渐地淘汰 所以说我希望你鼓起信心来 对销售这个行业鼓起信心来 其实销售是一个有尊严的 有面子的 而且相互成就的一份岗位 送两句 我觉得对你后半生应该有点影响的话 好的好的 人生如果想有点成就的话 必须是融入社交里面去 让大家来帮助你 所以不和情可能是你将来 人生事业上最重要的一个障碍 不和情不等于有个性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是 你对美的展示和悲 责性屏蔽 但是对于那些善意的 你不光要看见 而且也不是用眼睛去看 是用心去看 就像那些默默给你点赞的人 给你下菜的人 你要用心去看的 而对于一些不好的 负面的 你就当作没看见 你明白吗 明白 我们要善于使用自己的眼睛 好不好 如果你准备好了 下次还来 来 再见 来 来 谢谢 谢谢